肖静腾开跑车紧张接送前爹前妈,原来他们是超微大人物,只喊送他豪宅免费住。 我们的金曲实力歌王肖静腾,在歌坛上一直以来都有祝好人员,只要每次他开办演唱会,现场一定会出现许多明星好友送上花篮祝福他,而这次他在台北小剧弹举办的娱乐先生世界巡回演唱会,现场竟然出现了两位重量级的大人物,他们究竟是谁呢? 原来出现的这两位大人物,就是在香港电影界非常有身份地位的影视大亨像华强、龙武,与老婆陈岚、向太,而他们也是肖静腾认的前爹与前妈。 像华强、陈岚为什么会认肖静腾做前儿子呢? 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肖静腾长得跟他们的亲儿子向左非常像,所以让他们觉得彼此很投缘,而在有一天向华强庆祝66岁生日时,看了肖静腾与儿子越看越像,决定喜上天喜,认了肖静腾做前儿子。 对于这个前儿子肖静腾,香港影视大亨像华强和陈岚非常疼爱他,除了会亲自出席他的演唱会,还会帮忙制造演出的机会, 甚至一度还想要帮忙出钱,赞助肖静腾收养流浪动物,如此豪气地照顾与腾爱,让许多网友听了都大感羡慕。 肖静腾开住跑车要去接送前爹前妈时,神情看起来有点紧张。 原来他正要去接送的前爸前妈,是香港的影视大亨像华强与陈岚。 他们会这么喜欢肖静腾的原因之一,是因为觉得他常的跟自己儿子很像。 影片连结 肖静腾的前妈像太,感觉是真的很喜欢肖静腾呢? 而且说觉得他跟像华强有父子脸,在聚会的时候还会笑住对大家说,这是我儿子。